大家好 我是凤小初 我老公不知道去哪里淘的一颗紫色的白菜 花了20块钱 他就是好奇紫色白菜跟普通白菜的口感区别 今天就来做给他尝一下 把小金的白菜鞋刀切块 但是真的是太贵了 我感觉他好败家 我有一种意味感 我做出来比例跟普通的白菜一样的口感 准备两个大蒜 先拍碎 切成蒜末 准备一些姜末 锅中加入一小块猪油 把炒化 下午青姜末调香 倒白菜 下午少量清水 加一小勺盐调味 两勺香醋分两次加 刚出入的香醋 好了 关火 一道紫色的醋牛白菜就做好了 朋友们让我来试一下我老公买的24块钱一颗的白菜 到底是什么味道 脆是很脆 但是普通的白菜我也觉得很脆啊 跟我用普通的白菜做的醋牛白菜感觉都一样 是不是有点绕不口 不过味道是挺好吃的 但是价格太贵了 真的建议朋友们不要买这个紫色的 如果想学这道菜直接用普通的白菜也能做出醋牛白菜的效果 朋友们你看是这个醋牛白菜很简单 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这个有两个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醋一定要分两次放 我只加了两勺醋 第一次放醋是为了让白菜有一点底味 因为它会规发 到最后炒就断生了 再加最后的那一个香醋 它才会有那种醋香味 真的超级的赞 第二个小技巧就是 炒这个醋牛白菜一定要用旺火 炒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吃前就不会脆脆的 也不会好吃 妈妈 嗯 你这个菜加什么 是不是一个可怕的病毒 为什么 是不是一个紫色的病毒 不是啊 这个是你爸爸买的 那是什么 你猜一下 这是白菜 紫色的白菜 你尝一下好不好吃 好酸啊 嗯 这个是酸牛白菜 酸牛白菜 还像这菜波一样 好 菜波 真的是一个酸牛牛 对 好吃吗 脆不脆 脆 好啦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沐小厨 下期再见 拜拜